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8 更是接近30块了 来到29块3毛了 那高材也来到了23块6 这是中油调整之后的油价 那台数92跟中油同样的价钱 98也是同样的 95是27块2毛 比中油便宜1毛 另外高材是23块3 比中油是便宜3毛 那油价 汽材油的零售价格创下两年来的高点 这个全部归功于国际油价的大涨 国际油价最近持续的往上走高 欧洲的旗油 布伦特原油 已经创下两年来的新高了 上个礼拜继续涨 那今天呢 欧洲盘一开继续的往上走高 布伦特现在目前的涨幅是0.53% 另外美国清原油这个期货的涨幅是0.5% 美国清原油每桶来到55.9% 那布伦特来到了62.4% 都在创了近期的油价的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新高 结果好死不死 沙兔地阿拉伯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 发生了内部政治的大动荡 在上个周末突然传来 沙兔地阿拉伯最有钱的王子 这个首富阿瓦里德王子被捕 这阿瓦里德王子呢 是之前沙兔地阿拉伯国王的儿子 那被谁捕呢 被他的堂兄弟捕 这个被沙兔地阿拉伯 现在国王沙勒曼的儿子 也就是说呢 他的王厨啦 那个穆罕默德 把自己的堂兄弟啊 全部抓起来 总共抓了11个王子 38个现在在任跟前任的高官 其中还包括经济部长 这个现在目前在任的经济部长 全部被抓起来 原因是什么呢 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穆罕默德啊 是担任反腐委员会的主席 也就是说以反腐之名呢 把11个王子全部抓起来 那当然这个反腐只是说说的嘛 这一定是涉及到王位啊 沙兔地阿拉伯内政的问题了 所以沙勒曼先前呢 去访问美国 去访问了俄罗斯 恐怕跟这些事情都逃不了关系了 先恐怕跟美国 俄罗斯都有先期的沟通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是猜了 那这个消息一传了 就造成国际油价的大幅跳涨 以及沙兔地阿拉伯股市的大跌 沙兔地阿拉伯股市 礼拜天是有开市的 结果呢 就出现了大跌 那这11个王子被关在哪里 不是关在监狱啊 听众朋友 他是关在利齿卡登饭店里面 这关在利亚德首都的利齿卡登 我们知道利齿卡登饭店 是全世界最高档的超六星级饭店 听说他们吃的是鱼子酱 吃的是墨鱼饭 吃的是炖小牛熙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我宁可在沙兔地阿拉伯被关 这个关起来还是差别待遇很大了 阿瓦里德被称为是中东的巴菲特 投资非常的大 也投资了很多国际的大的科技公司 财富富可敌国 那这个是造成现在油价 有再继续上涨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那到后面会怎么发展 现在也没有人可以定论 这沙兔地阿拉伯最近 政治动荡的是蛮厉害 然后又去打叶门 这个跟叶门的开战 也是这个莫罕默德 就是现在这个王储所指挥的 这个是一个大的消息 那另外今天晚上开始 美国股市交易要延后一小时 因为就是冬令时间 冬令时间 所以美股的开市是延后一小时 这个先提醒听众朋友注意 那今天的台股 就出现了开高走低的行情 今天开得非常高 今天集中交易场开高56点 开在10,856点 上个礼拜五收10,800点整 是创下今年的收盘新高点位 那今天直接跳空56点大开高出来 但是盘中的最高点 就是开盘左右的点位 冲到10,858点 多开多涨两点之后 就往下掉 中场收在10,786点 这个下跌14点做收 所以今天早盘的开高 是白丸一场 那最低点是10,769点 跌幅0.13% 成交量1,128.73亿 这个是集中交易场的情况 就开高 这个没有多久 就开始往平盘压回 中场是收小跌的行情 那另外台子期 今天开盘是开高6点 那中场收跌16点 所以盘中的上下的波幅 没有集中交易场来的这么大 其我感觉比较淡定一点 今天收10,771点 成交口数131,000口 这个成交情况稍微有放大 然后期限货之间的逆价差 是15.19点的逆价差 那贵买指数呢 今天小涨0.15点 涨幅是0.1% 指数收146.26点 那日K线是收出了连二黑 集中交易场是收了一根黑K棒 那贵买指数是连二黑的 K线形态 那成交量是381.5亿 量是萎缩的 但是呢 今天贵买毕竟是上涨 所以说呢 是创下新高的 收盘点位146.26 是创下新高 但是K线形态是带上影线的黑K棒 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看 后市会怎么发展 那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专家 来听听专家的对盘式的看法 不过集中交易场外资倒是持续卖超 到今天还是在继续卖 已经是连五个交易卖超了 从上个礼拜开启了卖超之门之后呢 今天还是继续卖 连五日 今天卖超30亿 那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5.09亿 这是在集中交易场 详细的数据 等一下跟听众朋友再来报告 那这个礼拜呢 川普总统要到中国大陆访问 这是这礼拜的重头戏 就是11月的8号到10号呢 是访问中国大陆 那现在川普总统正在日本 跟安倍晋三呢 进行磋商访问 然后呢 11月的11号跟12号两天 是APEC亚太经合会 在越南举行 所以说美国总统啊 包括日本首相安倍 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会到越南的县港 参加两天的APEC会议 所以这一次的川普亚洲行呢 就是主要参加APEC会议之外 就是访问日本跟中国大陆 那访问日本 今天的新闻出来 就是说安倍请川普啊 去喂鲤鱼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养鲤鱼很有名嘛 养那个井鲤啊 结果呢 川普总统呢 就把那个饲料啊 一股脑的全部倒到 在池子里面去 这个一瓢瓦的这样子 喂鱼他都省了 他就直接倒了 结果网友就说呢 川普总统就是狂啊 真的是狂到不行啊 就直接把那盒子里面的饲料 全部倒到这个 井里池里面去了 好这个是当然花絮了 这个蛮有趣 看出川普这个人的个性了 大辣辣的嘛 对不对 反正什么都不甩 好啊 那到中国大陆会跟习近平谈什么 我想这也是两岸的密切关注的事情了 那APEC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意外 反正就是行李如意嘛 那另外领袖代表 到APEC参加里代表蔡英文总统的 仍然是宋楚瑜 亲民党主席 那今天报纸也登的很大 说宋楚瑜说呢 总统交代了要跟习近平交换意见 但问题是说怎么样接近习近平呢 宋先要怎么样跟习近平交换意见呢 要交换什么样的意见呢 这个当然就留下了很多令人想象的空间了 这大概过两天这个礼拜就会知道了 这是这礼拜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股市呢 我觉得应该不大了 影响性应该不大 最主要股市还是经济面 这个政治面的事情 两岸的将至 其实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那这一年的多来的时间呢 其实股票市场照样是走他自己的路 所以感觉上两岸好像对台股的影响 已经没有这么重 好那今天日本也公布出来 10月份的服务业的采购经人指数 是创下26个月来的高位 这个日本股市最近创下21年来的高点 那日本的经济数据呢 也开始在持续的往上 包括综合的采购经人指数 是创下了5个月来的高位 所以感觉起来日本的景气是有在 往上走高的态势 这当然也是支撑日股 最近可以持续往上走的一个原因 就是重要的因素 那这两天呢 台股的重要公司都在公布 上个月的营收 那第三季的季报公布 主要的季报公布完之后 就开始进入到营收的公布的时间了 就是10月的营收 那10月营收呢 今天比较重要的 就是大力光的营收啊 创下了23个月的高位 这个较上个月成长了3.1% 这个良率的问题拖累 不如市场预期的一层 那后市仍然是看望大力光 大力光当然就是平概股的重要指标了 那10月的营收可以影响到台股如何发展呢 大力光的10月营收是56.14亿 那9月是54.42亿 是创下今年新高 同时也是创下将近快30个月来的新高 那今天的台股盘后呢 我们要请教台新投雇的副总经理黄文青 黄副总来帮我们做分析 黄副总您好 是 莫花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黄副总怎么样预期10月的营收公布出来 会影响台股的发展呢 对 我想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过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因为iPhone X的制造是比较难的 它的良率在某些的一个领主线上面 它的供应是会delay的 换句话说 10月份的营收 基本上这一次的旺期效应它是低延的 所以你看看到的这个10月份营收 当然我们如果从YY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成长 或者是有部分的这些领主线 它从M1的角度还是会成长 但是成长的幅度可能就不会原先过去的这个pattern 就是说走到9月份会大幅的 8 9月份会大幅的成长增加 因为它会低延 这个低延就看这个iPhone X的这个销售的数字 因为从这次来看的话 很显然的它不是需求的问题 它是这个制造上面的一些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话 在可以解决的部分 你看到其实包括像这几天比较强的 内载版的部分pcp相关 这就特别强 显然它其实应该是良率已经明显的提升了 这个之前大家也在讲说这一块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可能在11月份出货之后 这个量就可以 其实从10月份 9月份10月份它的这个因素就可以明显的上来 所以这个可能就会变成说 从这个角度去看 包括配合11月14号这边财报的公布 我觉得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个股的表现在里面 至少现阶段来看的话 大家对于这个期待并没有完全的落空 如果是落空的话我想今天的行情应该是一个爆量中场 就大家对于苹果的这个状况这么的好 但是大家开始要准备焦地抹要跑了 另外你从外资的角度去看 当然没有错它其实已经连续无天的卖超了 但实际上它卖超的金额相对有限 而且第二个 如果看指标股的话 今天外资在台积电反而是小福买超的 900多张 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也不认为说外资会 它是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利多的时间点去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节 而且走势看起来只是一个压抑 我们如果看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好像它是压这个盘 但是并没有说要让这个盘去死掉 对 好 不过大力光因为达不到市场预期营收增长一层 今年股价是明显下错 今年股价大力光带头跌 这个跌幅不小将近2% 跌了110块 所以大力光股价收在5875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台积电营收非常重要 台积电是收涨5毛钱收239块半 红海今天收平盘113块 那台数集团今天全面回档 台数化跌1块 105块半做收 南亚跌4毛 台数跌7毛 台化跌7毛 另外这一波的中流抵住的多头指标 联发科今天股价也回了 今天下跌7块 收328块 那金控双雄今天也没有再延续上周五的涨势 今天国泰金跌2毛 富邦金跌1毛 所以导致了今天台股 开得很高 但是却是收低的行情 那请教黄副总 像单日的开高收低 因为今天开得蛮高 跳空56点是创新高开盘 但是收盘收跌14点 是不是代表这盘式还是要再整理呢 对我想可能他现在很显然 他今天没有趁这个列多往上再攻一波的话 就在这边很显然的就是 看得到就是说 至少他还是会有一些 不管是短期的观望或者是担心 那这个意味着说 在14号季报公布前 我想应该还是会可能会呈现比较焦灼的情况 至少大部队就我们看到的这些台积电 红海或是当然这个别公司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故事 待会我再提 就说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大家盘式压在这边 本来是一些中小型的个股轮流个别的表现 像今天这些低期比较低的LED相关的 或者是像刚才讲的iPhone X里面 一些两绿也已经解决了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是有机会在持续大幅成长 像PCB载版的部分 今天其实还是很强 所以我倒是觉得反映这个营收 反映这个季报 这边应该是还是以个股的表现为主 那大部队今天包括像说话 说话到底讲 看起来油价这么强 应该说话有机会更进 但是如果看最近的一些中间原料的报价 或者是比较偏上游的 以稀比稀的报价 其实即使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以稀比稀定义系 都这个月都还是延续了 这个10月份还是延续了一个 10月份以来是延续了一个跌势 那5到1放用的数值里面 其实也是相对是比较疲弱 也因为这样子 上游像是台塑市保 这个相关的这些公司 你要以稀 这个是台塑化的给大众 所以看来他的这个股价就要相对比较温吞一点 除非未来要跟着这个所谓的成本推升 往上做一个反弹 否则的话我想这一块 原物料这一块要动可能没那么快 他说金融我想之前 今天反而是二线数化股比较强吗 像中石化像台本这些比较强 对这个唯一的就是我们能看这一波跌下来 这一波是因为涨多反弹的一个唯一的比较主要的产品 就是SM SM这边是涨多回党而已 所以他基本面其实还是好 所以你看国桥台本这边走势相对都比较强 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原因 至于金控我觉得他是控盘 你说这边要是一个比较大幅上涨的机会 可能也没那么快 除非他走到所谓的法术会 大概有一些题材 我们讲之前提过了 金融股其实在今年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题材性 应该是说科技股在这边还有机会的话 资金没有那么快会转到这个非电子这一块 唯一的就是说现在看到就是说 电子这边确实大部队 半导体相关的 或者是这些重量级的像红海 这个营收的成长的速度 可能会跟过去不一样的话 他也没有那么快动 反而是反映了这些中小型的个股 不管是他的营收或者季报的题材 好 苹果上个礼拜全周涨幅是5% 这股价已经冲到172块半了 苹果再创市值的新高 当然股价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您刚刚讲说 苹概股有一些个别的故事 着重在哪一些个别股票跟题材上面 对 这也是我讲无庸置疑 大家在谈的就是第一个 我们讲说两率解决的 累赛版这一块 像华通 今天到今天还在走 还创新高 紧缩慢慢会跟着上来 其他的像是Face ID相关的功能 这些新功能 这些个股 其实在这段期间也是不往多让 股价其实都还在继续做表现 当然可能有一些个股像文贸今天开始整理了 但是整个来看我想这一个所谓的新功能的族群 3D感测的这一块应该至少现在看起来 营收或者是未来看到明年的成长性都还在的话 我相信它还是有一些机会在这边 短期之间走到像是LED的封装的 像今天衣光开始补涨 我想这个就变成说它还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资金还是愿意在这一块 或者是这个电子股做琢磨 只是个别类股或者是个股 它基本上可能动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会解释说可能大部队没那么快再动 那这种作为中小型的个股 配合它的营收集报的题材 或者是接下来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法说会 尤其像贵买的这一块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型格局 应该有机会做一个表现 好的 谢谢黄文鑫副总经理 那么外资今天在上市公司 买超的第一名是友达 那另外买浩星 华邦店 望宏 金店 星光金 翼龙 南亚科 联店 全新 是买超前十名 卖超的第一名是彩金 第二是群创 第三TPK 接着是卖长龙 华通 伟创 华夏 国桥 华航跟台新金 那贵买 外资今天买超的第一名是合金 合金今天涨1.25元 收36块1 股价蛮强 另外买展望 汉磊 齐邦 血洗 环球金 宣德 普瑞 这普瑞最近涨翻天调了 另外买网家 兆远 星全 卖超市第一名是文茂 所以文茂今天大跌15块 另外卖金燕 元泰 华美 中美金 英格尔 威桥 金可 金鸿 艾讯 以上提供提供朋友参考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anytime 没有听到没有听见 最后一天的感觉 就没听到 最后一天的感觉 还在治愈 缓来